就是不要 尤其是像这种带靠背的这个椅子 不要椅到上面 就是不要坐得太靠后 因为你这样 坐到前面 我在弹奏低音 或者是最高音的时候 就可以自如的活动 那如果你靠在椅背上 你到低音就根本移动不了 所以这个弹奏其他乐器 像钢琴也是这样的 我们基本上都只坐凳子的前三分之一 好 做好之后 大家看一下肩膀 放松 手臂自然打开 左手放在琴马左侧 右手放在琴和的位置 两个膝盖并在一起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这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坐姿 那么这个坐姿呢 我们在之后的乐曲当中 会反复的去强调这个姿势 为什么呢 每个乐曲结尾 甚至每一个音 结束之后 我们都会强调一个放松的状态 把它收掉 收到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 就是目前的这个坐姿 最放松 最自然的一个姿势 好 坐姿 做好之后 再看一下我们的手形 那么手形呢 有很多人去讲述这个 我们弹奏的手形的时候 都会去形容 比如像握了一个握拳头 握鸡蛋 这个都可以啊 但是其实我们最自然的手形呢 你可以找一个最放松的状态 比如大家把手捶下去 我自然把手放松 你想一下 你现在完全不用力 你的手形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其实这个手形 就是你最最放松 最自然的这个状态 就已经是我们需要弹奏的手形 就不用想着我要 做成什么样 要做得多么圆 哪个关节怎么突出 你就什么都不用想 或者自然放到琴和上 这个手形就是我们需要弹奏的 最自然的状态 好 那么弹奏位置 是在离乐山三个手指的距离 离前乐山三个手指 在这条线上进行演奏 我们默认的弹奏位置都在这 因为这个地方的演奏音色 是最明亮最结实的 有利于锻炼我们手指的力度 所以默认的情况都在这 在这条线上来弹 好 那么将来会用到 比如哪些音是弱的 我们要处理这个音色的时候 弱的音在哪弹奏呢 有效弦长的中间点 就是琴马到乐山 这个距离的中间处 对 弱的音在这弹 强的音就是靠近乐山 三个手指的距离在这 好 一般我们刚开始练习 基本技法的时候 都是在这条线上 来弹奏 好 手形 放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指法 勾 勾指是中指来弹奏的 指尖 胶部以下的位置 的一半 前一半 出弦 贴好琴弦 好 贴好琴弦之后 先不要去弹奏 那么在这有一个 很重要的环节 我们是要去找指尖的力量 好 大家就放在中音骚上 好 现在先看一下 我的肩膀和手臂 和手腕的高度 肩膀自然放松 手臂 自然打开 放松 好 中指贴到琴弦上 现在大家看我的手腕 是不是略低于手掌 比这个手掌要低 对不对 好 如果这样 就太高了 你如果跟手掌平行 就太高了 好 应该是略低于手掌 好 贴好之后 你的中指使劲 拽住这个音 好 你先拽一下 先不弹 拉住 感觉一下 这个力量 我让它沉到指尖上 往下沉 拽住 拽住琴弦 往拉的这个方向 用一点力 拉一下 好 先不弹 对 先感觉一下 拽住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检查 你的手臂有没有用力 应该是放松的 肩膀放松 手臂放松 手腕放松 好 包括其他手指 你看你的大指 有没有使劲 大指也是放松的 食指 无名指 小指 都放松 小指不要翘起来 自然垂下来 好 检查好之后 再开始去弹奏 那么这个弹奏呢 我们是向掌心运动 对吧 这一下 其实我想的不是发力 而是放松 因为你之前的力量 已经很结实的去拽好了 那么在弹的时候呢 这一下 就直接放松 打开 那么这个放松的手型 也是我们不需要 把它支起来 就是不要再回到 哪一个状态上 只要你弹完 不用力了 就可以 对 就是最自然的手型 好 来 贴好 我们一起 勾好 放松 肩膀垂下来 上半身坐直 好 来 起 好 再放松 完全不用力 对 再来一次 贴好 准备 好 那么这种方法 叫做贴弹法 贴弦来演奏 是手指先贴好琴弦 一般初学 我们都建议大家 用贴弹的方法 每个手指贴好 那么这样贴好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能真切地感觉到 你的力量 有没有沉到指尖上 也有助于锻炼我们的力度 好 那么我们再看 我在演奏的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几点 我是运用的手指关节 而不是手臂和手腕 是不是只是手指向掌心收缩 不要带动手臂的力量 对 其实大家会发现 我们在 就是教这个初学的学生的时候 你不告诉他怎么去弹 你让他试一下 这样弹一下 他肯定会用到手腕 或者手臂的力量 对吧 一般都是这么来弹的 这样来转一下 那么最开始 我们需要强调的 明确的第一点 就是运用手指关节 一定是运用手指关节 不要带手臂和手腕 而且这个手指指尖的力量 你要去体会 我如果把力量沉到指尖上 你会发现 我的自己的针指甲 就已经是白色的了 也就是说我会有这样一个力量 让它集中过来 然后迅速放松 这个就已经达到了 我们所需要的正常的力量 对 好 再来体会一下 勾好 肩膀放松 手腕低一点点 好 背 胳膊好 走 好 放松下来 再来一次 贴好 准备 好 放松 这就是钩的正确的弹奏方式 手指关节 指尖触弦 一定是正面 这个正面指的 我整个指甲都贴到琴弦上 都这样放好 而不是测一点 就是不要出现这个刮弦的声音 一定是正面触弦 这一般中指问题不大 就刚好这个角度是比较合适的 正面触弦运用手指关节 力量沉到指尖上 拽住琴弦 掌心发力 迅速放松 好 同样的 食指抹 也是这样 好 我们现在换成食指 检查一下手型 跟刚才中指弹奏的时候 是完全一样的 我只是换了一个手指 你看其他手指不动 手腕下来一点点 好 手臂自然打开 食指贴好 注意不要触弦太深 你检查一下 你的指甲和琴弦接触的位置 是不是快接近 你的胶部的这个地方了 浅一点 手腕再下来 好 手腕下来一点点 好 准备 其中力量一下 好 肩膀放松 起 再放松 再来一次 走 放松 好 再来 起 很好 再贴好 起 再来 放松 对 非常好 好 勾 抹 拖 然后接下来该拖 大指 这个大指 你看明显的角度就和中指 食指不一样 那么我们大指呢 首先 你看一下 它也要正面出弦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让大指正面贴弦 那么这个大指 因为生理原因 它长的这个角度和其他手指不一样 所以我们大指戴指甲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 我的大指的指甲 都是 朝左 右手是朝左斜45度 左手是朝右斜45度 它一定是一个弯曲的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呢 有利于我们的弹奏 你看我这样 手指放下来 刚好指甲指尖是垂直朝下的 有很多人大指 带的不够斜 那么摇指啊 这样指法都会很影响音色 那么我们刚好 就斜45度的 你下来这个角度就刚刚合适 但是有很多人弹着弹着 那个指甲呀 它就变直了 就本来是 刚开始是斜着带的 但是弹着弹着就变直了 然后 就有的就开始往回掰 掰两下呢 你弹一会儿 它又变成直的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 都是因为 你的胶部 粘的时候没有粘对 那么我们这个大指的胶部 跟其他三个手指不太一样 这三个手指都是 直着来粘这个胶部 跟指甲是垂直的 但是大指 你一定要斜着来粘 你就比如我这个大指 我是右手的 就是指尖朝左斜45度 那么我戴的时候 我的胶部 左侧是朝上 右侧是朝下 所以我的胶部应该是这个方向 它是左边 就是这个内侧 是高的 右侧呢 是低的 是斜着来粘的 并不是这个指甲放好之后 也跟其他手指一样 这个直着的 如果你这个指甲是直的 那么你即使弯着带 弹一会儿它也会直回来 所以这个胶部也很重要 回头大家都检查一下 你的这个胶部粘的 对不对 好 如果胶部粘对了 我们这个斜45度 它就稳定了 那么在弹奏的时候 看我大指 指尖 先贴好心弦 依然是指尖 不要太深 不要贴近这个胶部 好 出弦前一点 好 先不着急弹奏 先找手型 大指放好之后 大家检查一下 我的掌心 也是朝下 其他几个手指 自然放松 其他几个手指 放松 好 那么大指弹奏的时候 我也得正面出弦 大指最容易出这个 听到吧 侧面的杂音 都是因为没有完全正面 或者说 发力触弦的这个角度不对 那么我的大指弹奏的时候 看一下 我向哪个方向 也是向掌心 对不对 好 但是就不要特别靠里 就是不要把大指一直 走到这个掌心最里面 指弯曲这些就行了 那么我们运用的 跟其他几个手指一样 中关节带动小关节 中关节带动小关节 不是纯大关节 大关节是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根关节 不是绝对的根关节 也不是只用小关节 大家看一下 只用小关节是这样来探 我是中关节带动小关节 中关节 带着小关节 共同发力 好 大指呢 最容易出现这样 大家看一下 这是哪发力 对 手腕 这样是手腕 我们不要用手腕的力量 尤其是小朋友 特别特别多 这样来弹的 对吧 他们都这样使劲来弹 这样是不行的 完全大指得不到锻炼 那么将来它的快速 就肯定上不去 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何让它不用手腕的力量 跟其他手指一样 只用手指关节 好 这有一个建议 就是扎装 我把中指 无名指和小指 扎到刀上来弹搜 就一个八度之内的音都可以 扎好之后 你看我弹大指 食指不用扎 食指放松 好 你看这样 是不是你就只能用手指关节了 对 好 所以再碰到 就完全改不过来 这个大指的这种情况 你可以让它扎装来练习 好 弹奏的时候 向掌心的方向 斜右上 来弹奏 好 指尖正面 单个手指 我都建议大家挨个练习 去听每一个音 出来的这个音色 我们会形容 这个音 出来就是有点像 你就单纯听它的声音 就像圆柱一样 它是往上走的 但是有一些发力不好的 这种音 它就比较散 它的声音是这样平铺开的 如果你的力量比较集中 那么出来的声音也是很透亮很集中的 如果你发力没有集中 或者说完全分散开 那么你出来的声音也就是散的 所以在刚开始这几个指法 都建议大家仔细的去分辨这些音色 我们要去听你出来的这个音 每几个是合格的 好 我们分别再来一下这三个手指 好 中指放好 肩膀放松 头抬起来 好 体会一下指尖的力量 拽住 指尖拽住琴弦 好 其他部位放松 大指放松 小指放松 背 弹奏 很好 持指 还是这个手心 别动 指尖浅一点 走 好 换成大指 放好 背 其 方 放松 再来一次大指 好 再来一次大指 背 其 方 好 大指最容易出现问题 一定正面出现 好 那么这几个手指组合起来 我们会有一些沟通摩托的练习 对吗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 你先不要着急弹那个快四点 沟通摩托 因为这几个手指让它相对稳定 之后 你再去总那个复杂的 因为这几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有的时候容易调整不过来触弦的角度 而导致很多这个侧面出现 所以听很多人谈那个沟通摩托 都是食指 都是这样的 蹭着出来的 没有指尖 接触 也就没有很结实的音色 所以我们先来 勾 拖 勾 拖 这两个指法 好 勾拖我们就谈一个八度的音 那么因为这两个音比较远 所以在弹奏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强调去贴弦吗 所以会有一点点这个角度的调整 你看中指正面 然后到大指 看一下我的手腕 是不是会有一点点转动 把它稍微转动一点 然后让大指也是正面贴弦 好 我们先从最高音开始 抖 抖 好 慢一点 这个速度 好 每组音两遍 抖 抖 抖 拉 拉 拉 往下抖 来 起 抖 大指贴好 抖 别强 抖 抖 拉 拉 拉 放松 拉 手腕 手腕下来 拉 抖 放松 对 别用手腕的力量 好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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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好 优优ated 不白 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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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与手掌 看看 交出 加用手部分 手掌 拉 步 好 你们有听到这个声音吗 是吧 有些同学是弹两遍 就有这个 有点杂音 那么刚开始慢弹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贴弦的方法 但是在加快之后 还有另外一种弹奏方法 就是提弹法 那么这个提弹法 比较适用于 我反复演奏同一根琴弦 在一直连续演奏 同一根琴弦的时候 我就不用贴弦的方法了 看到没有 没有贴弦 而是用瞬间触弦 对 但是这个瞬间触弦呢 我的手也没有离琴弦很远 我就在要弹的这个音的前面 一点点 只是没有贴在琴弦上 好 再看一下 对 并没有跳起来 看到没有 不要往上跳 也是像掌心 好的 这两种方法 会在不同的乐曲 或者是不同的段落 不同的音 来 不同运用 也就是这两种方法 其实都对 不是说哪个是错的 而是我们要看 什么时候用贴弹法 什么时候用贴弹法 目前沟通摩托 我们就先用贴弹的方法来练 去找指尖的力度 放松 那么找好这个力度 发力 指尖的力量之后 你迅速去调整 放松的状态 好 就只有掌握了 力度和放松 这两者之间的转换 你可以自如的去转换 我让它发力 它就发力 我让它放松 它就放松 之后才能去加速度 好 那么这个沟通摩托 我们 大概有一个标准 就比如你 现在你的沟通摩托 你能练多快 大家知道 你的自己的速度吗 你能练多少 我们 那个不是有 有那个节拍器吗 节拍器上的速度 到底是多少 你心里应该大概 我们会有一个 一个数字的标准吧 一般 四级的时候 就谈到 刘洋河那些乐曲 勾托摩托的 速度应该是 至少达到八十 达到八十的速度 好 然后五级 就得 九十五左右 好 然后六级呢 就 一百一 好 七级 一百二十五 八级 一百四 九级 一百五 以上 好 那么这个速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好 我们先听一下 八十 好 大家听一下 这是八十的速度 八十 一二三 四 好 那么这个速度呢 也就是我一拍是这样 但是一般咱们勾托摩托 一拍是几个音啊 四个音对吧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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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上来 一直到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150左右 那么大家回头都可以 检测一下你自己的速度 目前在哪个阶段 然后怎么样去提高 就大致是这样一个比例吧 当然也不绝对 有的7级就达到140以上 我觉得这样更好 但是不会到8级的乐曲 我还达不到100的速度 有一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就我为什么乐曲弹不好呢 很多人都问我 老师你看这个曲子 我练了很久 但是就是弹不好 我们经常会说 你的基本功没有到位 这个基本功指的哪些呢 所有的技法 以及弹奏习惯 弹奏方式 处理乐曲的习惯 都没有达到那个级别的要求 所以弹乐曲 就很难完成 那个级别相应的要求 达不到那个标准 好 所以就以这个沟通母头为例 我们心里先要有一个 大概的这样一个概念 到什么时候 应该完成什么样的速度 好吧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每一组音我们弹四遍 从最高音开始 放松 来 背 起 好 四组 一二三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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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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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条你都可以对着接拍器从慢到快一点一点的去加速 但是在加速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检查 你是不是还是运用的手指关节 而且是不是还是这个掌握好发力和放松之间的调整 而且要去听每一个音的音色 如果在保证这些前提的条件下 你就可以加速了 一点点的往上来 好 这是第一个购摩托 下面第二个大搓小搓 大搓小搓是两个手指同时去弹奏 我们先来看小搓 第一个指法小搓是食指和大指同时演奏两根琴弦 共同发声 好 那么它的弹奏要领 首先也是两个手指正面触弦 贴好琴弦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两个手指正面触弦 有没有食指和大指在同一条直线上 对 有很多人是去强调它 我一定要在同一条直线上导致大指不能正面出现了 我们每一个手指正面出现 就你大指应该会往你的左侧走一点 食指是在右边 对它是错开的 好 放好之后也是手腕略低于手掌 手臂放松 看一下食指 中关节弯曲 小关节弯曲 就不要别指 然后也不要伸得太直 如果中关节 这个关节 伸直了的话 这个音 出来的音色 就很难听 绷紧 弯曲 中关节 好 指尖触弦浅一点 就别太深 好 贴好之后 我们一起来演奏 好 来 背 起 好 再来 贴好 好 我们弹的是 Ry和Sow两个音 是吧 这是谁的小错呢 Sow的小错 就我们的旋律音是集中在哪个手指上 大指 对 但是我们读谱的时候 就我念这个谱子 这两个音 我先念哪个 Sow Ry还是Ry Sow 对 从底下往上念 Ry Sow 就只要竖着写的几个音 永远都是从下往上 Ry Sow两个音 但是主要的旋律音集中在大指上 Sow的小错就是Ry Sow M的小错呢 到M Ry 的小错 Ry 好 贴好Sow的小错 对 发好 来 背 起 对 这两个你看我弹完 指甲有没有碰在一起呢 不能碰在一起 就有很多人弹这个小错是这样 捏过来 不是 搓开 这样 对 也不要用手办的力量啊 像掌心收缩 对 好 我们走一遍这个旋律音试一下 从最高音到最低音 但是我的要求呢 是 你 不看琴弦 不看琴弦摸着去走 也就是我们去找这个弦句 它的变化 从最高音开始 来 背 起 第二个 拉 扫 米 拉 放松 很好 平移过去 好 最后一个 然后你自己练的时候再把它练回来 这样 第一条 第二条 豆拉 豆拉 米 拉 手 米 软 手 米 软 倒 好 好 四个音为一组 往下排 但是你想一想 豆拉 扫 米 第二组 拉 米到拉之间就跳了一个音 对吧 好 就去找这个隔一根弦 是多远的距离去找这个弦句 好 慢一点 这手指触弦 别伸直 是多远的距离去 拉扫 米 软 都迷 软 好 上行 米糟 拉刀 一样的 大家听一下这两个音 它的声音基本上是平均的 对吧 共同平均发声 但是放在乐曲当中的时候 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要突出一下大指的旋律音 因为很多人大指都比较弱 导致我们弹起来的时候 反而听不到这个旋律音 而听到的是实质的音 这样就不对了 旋律就完全发生变化了 就像那个 纺织芒有一段 小撮的旋律 对吧 这个大家弹过吧 好 听一下 应该是 但是如果我的大指不清晰 就会变成这样 是不是旋律音就变成 对 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那么小撮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大指的音不清晰 不清晰 你的旋律线条就出不来 好 那么我们如何去锻炼这个大指的声音 让它强于实质呢 好 也是可以这样 有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实质 你把它想成扎桩 不演奏实质 我只弹大指 别动 看 就光弹大指 弹完大指之后呢 你实质就拿开 就不弹了 好 再来 大指 自己弹 对 这样你就可以体会到大指发力的感觉 去加重这一下 让大指重一点 食指 放开了 好 这样慢慢的你就能控制这个大指的力量 好 然后大指可以独立发力之后 再加进来一点点 再加进来一点点 食指 也就是说我食指弯曲的这个角度 你弹这根琴弦 别太使劲 别弹太多 让它很轻很轻 然后拌着这个大指 一点 一点 好 这样你就能感觉到 我是以大指为主 我让它主要发力 食指就可以控制力度了 好 再慢慢的 等你加进来食指正常的力度之后 你就都可以控制 我让大指重一点 它就重一点 让食指重一点 它就 食指就重一点 好 这样去检查两个手指力度的调节 好吧 好的 第三条 第三条小撮练习 Doh So La Mi So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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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音 隔一个 跳着往下走 Doh So La Mi So Right Doh So La Mi So Right 对 那么它的弹奏方法呢 跟小撮是一样的 两个手指同时正面贴好琴弦之后 往掌心用力 但这个大撮 它比小撮的距离要大很多 我们一般大撮演奏的是哪两个音 对 一个八度相同的扫搜 喇啦 倒刀 那么既然这个距离比较大 所以它就容易出现 我一不小心带到了其他音 你看 如果出现大指 带到了别的音 那么如何去纠正呢 就说我先要检查 它的问题出在哪 为什么会带到那个 咪 就是因为 你的发力的角度 你触弦的角度 我们搜 它搜的时候 不应该往斜上吗 你带到了咪 就说明你 角度往前 推了太多 应该再往上来一点 那如果中指带了这个音 就说明你中指钩的这个方向不对 所以这两个音要很干净 同时发声 来我们试一下中音的搜 好 放好之后也再检查一遍 肩膀放松 手臂打开 手腕 不要太高 就手腕 别这样 过了 再下来一点 好 正面 手指关节也一样是中关节 突出 小关节绷住 指甲 别出现太深 上来一点点 好 放好 来 背 起 掌心 对 大家体会抓的这种感觉 我往掌心里抓一下 来 再放好 背 起 放松 对 放松 自然放松 就不用力了 你看自己的手是什么状态 就可以 好 再放好 来 背 起 放松 好 再来 抓好 背 走 放松 对 大撮也容易这样 也容易带手腕 不要用手腕的力量 好 所以大家可以多体会一下这个抓的这个动作 往掌心里收缩 好 再来一次 背 起 再来 抓好 很好 好 就是不是还是用手指关节 对 就不管是勾摩托还是大小撮 我们都是是运用手指关节 这个手臂手掌都不动 这样来谈 好 那么大撮的练习呢 也跟小撮一样 有三条 第一条是挨着走 第二条 倒拉扫米 拉扫米 扫米 扫米 第三条 倒扫拉米 扫 软米 托 软拉 倒扫 排着往下走 也用刚才那种方法 为什么让大家去感觉这个琴弦 其实你看着完全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如果不看也能谈得很准确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弦 弦句都在你心里 我心里有这个音 都在这 拉在这 扫在这 托扫拉米 那么慢慢的时间长了 你会完全能控制住这个琴弦 有很多人不是可以这样 看着谱子去弹奏 也不错 是吗 就是因为 哪根弦在哪 我都很清楚 其实练这个大撮小撮 别看这个执法 不算太难 但是练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容易忽略它 我觉得 尤其是教学当中 有很多人就只讲 这个是大撮 就完了 然后就可以弹曲子 就上来就练习乐曲 那么其实完全没有真正的把大撮掌握好 大撮小撮都要这样来练习 也就是我这个距离已经固定了 我一放肯定是这么远 小撮是多少 中间隔一根弦多远 隔两根弦多远 隔三根弦 隔四根弦 一个八度 好 你心里都要很清楚 好的 这个是大撮和小撮 对于这个大撮小撮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说 对刚才我们小撮不是说到了吗 就是这个 不管是大撮还是小撮 你要看它的旋律集中在哪 如果旋律集中在大指上 我的大指就稍微超过中指的力量 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个小撮 如何来练控制大指的力量 大撮是一样的 你看我让大指重一点 听一下 我让中指重一点 对吧 让它们平均 我都可以控制这个力量 好 所以练大撮小撮的时候呢 这一点很重要 你要学会去控制每一个手指的力量 我要控制它 我让它大声它就大声 我让它小一点它就小一点 让它们俩平均就平均 但是这个大撮和小撮 放在乐曲当中的时候 并不一定都是大指的旋律音 像那个伊犁河畔 有谈过的吧 它有一段就是 一会儿是大指旋律音 一会儿是中指旋律音 那么我如果是大指旋律音 我就把大指突出 如果是中指旋律音 我就相反的 我要中指强于大指 你要及时的去调整 那么怎么去分辨 谁是旋律音 基本上不变的这个 是伴奏 变化的那个 是旋律音 比如这种 那你说是中指是旋律音 还是大指是旋律音 对 因为我大指 那肯定是大指是变化的音 好 如果这样呢 谁是旋律音 中指 对 也就是我们 这个手指一直都没有变化 我就不能让它 超过旋律的那个手指 好 及时的去调整 所以在这个 练这两个指法的时候呢 你要学会去控制两个手指之间力度的分配 我让谁强一点 让谁弱一点 因为刚开始都是单指 到这儿就加进了双指 之后我们还会碰到三个手指的 对吧 你都要去控制每个手指的力量 都要这样单独来练习 好吧 嗯 好 那么也就是练的时候都可以下装 这样 我让中指强一点 让大指强一点 你把中指当成扎装 对 这样来练就好了 嗯 好的 好 接下去 我们第三个指法 刮咒 刮咒十二页 大家先看这个 刮咒的符号 符号标记 有两种 第一种是这个雪花 第二种是这个箭头 那么这两种符号有什么区别 首先它的名字不一样 第一个叫做装饰性的短刮咒 也称为花指 一般我们大家都简称花指 对吧 好 后面那两个箭头叫做连续性的长刮咒 我们就简称瓜咒 也就是说一个是短瓜咒 一个是长瓜咒 而且这个长瓜咒还会有区别 一个是朝下的箭头 一个是朝上的箭头 那么这两个呢 下 朝下的我们把它叫做下行瓜咒 下行 是用哪个手指来刮的呢 下行就是从高往低叫下 就像我们上下楼梯 从高往低叫下 从低往高叫上 这个是指的阴 阴的高低 有很多人把这个这边叫下 那边叫上是吗 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 他们经常就说反了 这边叫下 就是越高越叫上 所以我们自己身体这边叫上 那边叫下 所以将来会说到什么 它的上方音 它的下方音 上都是离自己身体方向比较近的 这边叫上 上行就是朝上的箭头 下行就是朝下的箭头 朝上我们是用食指来刮咒 朝下是用大指来刮咒 那前面那个雪花呢 那个花指呢 用哪个手指 对 99%的情况都是大指 很少有出现食指 当然可能会有某些乐曲 那个句子是用食指的 如果用食指 它一定会给你标出来 不写的情况下 就是大指 好 那么这两种瓜奏 用法上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个花指 它是作为旋律音的装饰 我起一个景象添花的作用 把这个旋律音给加花变奏 让它丰富一点 后面这两个瓜奏基本上是起乘上起下的连接作用 我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太干了 我用一个瓜奏把它接起来 或者说推进一下这个情绪 好 这是用法上的区别 具体怎么来弹奏 我们先看第一个花指 花指刚才说叫做装饰性的短瓜奏 那么它多短呢 有没有要求呢 在这儿是有一个具体长度的规定 我们一般花指是刮一个八度 刮一个八度的音 比如我的旋律音是 搜 中音的搜 那我这个搜之前有一个花指 我应该从哪开始刮呢 高音搜 对 从高音搜一直刮到拉 把中音搜弹出来 好 那么这个旋律音用哪个手指 有可能用大指 有可能用食指 有可能用中指 有可能用大错 有可能用小错 就我们前面学的所有指法都可以接花指 对吧 好 那么这些手指接花指有没有区别呢 也是有区别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花指接大指 首先花指的弹奏方法跟其他的几个指法不一样 我们之前都是运用的手指关节 但是花指它就会带动手臂的力量 会这样来刮 好 我先谈第一个 大家看一下花指接大指 那么运用到拉 其实是刮的这些音 但是这个花指呢 要让它比较流畅 比较连贯 所以我会靠手臂的力量 把它往前送一下 这样 好 然后把旋律音弹出来 好 那么这个 我的刮奏的音 和旋律音之间不要停顿 就不要弹成这样 刮得太快 弹得太慢了 中间脱节了 好 大概就是一个八度 所以我们练的时候呢 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量着去走 我先贴好这个 就很容易断开 你正常手臂垂下去 刮奏 弹奏出来就可以 好 我们试一下这个 从高音奏 来 先把手抬起来 就这样手臂抬高一点点 好 放松 垂下去就直接接 走 上面扰到了 走 好 弹奏的时候 大家要观察你的指尖 我的大指呢 不是让它躺着走 就不是让平着刮过来 那么这样出来的音色 你听一下 听到吗 这些音都是哑的 应该是立起来 所以指尖一定是站着的 你可以把大指稍稍弯曲一下 来 背 起 好 再来 再来 很好 就这样来练 挨个往下走 听一遍 好 大家先不弹 先听一次 好 就我弹的这个旋律音 还是比我刮的音要清晰 对吧 这样是 让把旋律音弹得很清楚 好 这是接大指 大家回头可以 从高音练到低音 然后再回来 一个一个的往下走 那么如果花指后面接的是十指 我十指弹这个 刮奏的长度和大指完全一样 都得是一个八度 而且我弹奏的旋律音之前 要全部刮完 也刮到拉 不要把它控出来 但是接十指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不把这个旋律挂完 都是这样 你记得谈 谈李王河有一段吧 李王河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对吧 很多人就这样弹 你看 是不是没有挂完 应该是这样的 拉 上面绕到拉松 好 一直刮到拉 然后再把你的旋律音弹出来 拉大松 对 好 也就是这个 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太注意 我到底要刮哪些音 而是随性 就凭感觉这样来弹 你想想 如果不刮完 那你的旋律就是 是不是不连挂 听起 你仔细听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这一点呢 也请大家注意一下 以后再弹所有的乐曲 你看花指后面 接哪个手指 你要想 我要从哪个音开始刮 这都是非常严谨的事情 一定会接到这个旋律音 但是必须要刮一个八度吗 有可能 根据你乐曲的速度 刮不到一个八度 但是一定会 至少要刮你紧挨着的这几个音 拉 也就是这一个八度之内的音 我如果少刮几个 你不可以把它中间的部分省掉 就弹这个 我可以刮 也可以刮 但是不可以刮 清楚了吧 好的 后面是 花指接中指 那么接中指的这个 和前两个都不一样 我不能是从高一个八度的音开始了 而是要从高两个八度的音开始刮 比如我这个中指弹低音骚 我不是从中音骚开始刮 而是从高音骚开始刮 刮到哪呢 刮到中音拉就别动了 大指就停在这个中音骚上 好 去弹中指 对 好 再听一下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八度空出来 因为你的中指后面 绝对会跟一个这个音 它一定是这样来弹的 所以其实这两个音 就相当于一个旋律音 也等于我把这些音 so me right 到了 so so 一样的 好 所以大家先记下来 我在接中指的时候要高两个八度的音开始 刮到你中指的那个旋律音那 贴住 别起来啊 不要抬起来 就大指就等着 中指弹完之后 大指直接弹 别抬起来 别这样刮 抬起来了啊 尽量这样 嗯 好 对 好的 我把接中指的这个练习给大家弹一下 你们练中指的时候这样来练 花指中指大指大错 结合 这样 中指大指大错 花指中指大指大错 对 这样来练 好 嗯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花指 占不占拍子 有的时候占 有的时候不占 是吧 嗯 什么时候占呢 就写在拍子之内的就有 如果写在左上角就不占拍子 是不是 大家想一下 在这个音乐流动当中 你弹什么进来 它都有拍子呀 对不对 对不对 普面上看着好像是我写在左上角 就没有这个不占拍子了 但其实它肯定是占拍子的 因为你时间在这儿 对吧 你进来什么东西 它肯定会有拍子的 但是它具体占你花指后面这个音的拍子呢 还是占花指前面那个音的拍子呢 大部分花指都是占前面那个音的拍子 它虽然是写在后面这个音的左上角 比如 我们举个例子 来 大家就看这个十三页 这个茉莉花 好 第一个大撮 之前有一个花指 那么我们是从花指开始数拍子 还是从咪开始数拍子 对 咪正常 正拍 但是你 我是不是咪得卡到正拍上 好 也就是说这个花指第一个先不算正拍 这个因为它之前没有 我们不太好理解 大家看第二行的这个 第二行 找到了吗 好 我谈两遍 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指 它到底是站的前面音的拍子 还是后面音的拍子 从前面一点接一下 好 对 你看 因为我要保证我的 下一拍是正常正拍出来 所以你这个花指只有 起在哪儿啊 前面那个音的尾巴上面 好 那它到底站了多长呢 站了多少 是半拍还是一拍啊 好 其实这个到底站半拍还是站一拍 它不是固定的 这个跟什么有关 跟我演奏的速度有关 我如果很慢 弹的这个速度 如果按这个速度 大家看一下啊 一 二 一 二 站了多少 听不出来吗 好 再来一次啊 搜是两拍吧 你看 一 二 一 二 大 听出来了没有 多少 半拍 就是第二拍的后一半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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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这样 我弹得很慢的情况下 我的半拍就够了 但是如果是这个速度 一 二 一 二 搜 搜 是不是整个第二拍就在挂奏 对 就是这个半拍还是一拍 你不用去固定 要根据你演奏的速度来 本身这个刮指它不太受你弹奏速度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弹快 我也是这样来刮 我弹得很慢 我也是这样来刮 我不会速度慢了 我的刮奏就变成 对吧 好 也就是我弹慢一点 一 二 一 二 第二拍 快的 一 二 一 二 三 是不是 这花指基本上都是这样 又清楚又流畅 到底占多少拍 你要根据你演奏的速度来 清楚了吧 哎 好的 那么这个花指呢 对 你一定要让它很清晰 就颗粒性出来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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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这样刮清漆就可以 嗯 好 嗯 这是这个有关花指的这几点 那么后面接大撮接小撮 就不用单独练习了 因为 你很明确 我 如果接大撮的话 我就以 以大指为准往上推一个八度 这些小错呢 也是以大指为准往上推一个八度 这个很好理解对吧 好的 后面我们看这个长瓜奏 看这两条在箭头的长瓜奏 那么这种瓜奏呢 刚才说它起到的是 成像体下一个连接的作用 这种瓜奏没有具体的起始音 从哪个音刮到你不像花纸那样很清晰 对吧 我要刮那几个基本上是固定的 但这个长瓜奏都是自由的 但是也不会完全没有规律可循 比如我要弹的旋律音 你之前有个这个长瓜奏 我大概还是刮到旋律音的上下 有这个 好 也就我还是要刮到 我要弹的这个旋律音的前后几个音 就不要离旋律音太远了 不能刮成这样 完全没有衔接起来 这个完全断开了 就一定让它起到一个承接的作用 推向下一个音 有的时候这个会站拍子 就像我刚才挂的这个 这一小节没有别的音 只有一个上线刮奏 那么这一小节几拍 两拍 那我这个瓜奏就是一二一 让它下两拍 很清楚 好 我们要重点说一下这个瓜奏的音色 其实刚才那个花纸 大纸应该问题都不大 但是一到这个长瓜奏 尤其是碰到这个左手的这种瓜奏 第一 音色 就完全不去控制 我们先听两种音色的瓜奏 一种是这样 我手的自然的力量挂下来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瓜奏应该是这种音色 对 好 那么这个区别在哪呢 一个是我的手指没有用力 我不管它 我就自然让它自己这样刮过来 那么它出现的声音呢 就全是这个 只讲啪啪啪啪打弦的声音 都是这样的 好 但是我如果绷紧之间 那么它出现的音就是旋律 乐音 所以这条大家一定好好练一下 因为瓜奏特别常用在咱们乐曲当中 大家记住几个字 紧紧的绷住轻轻的刮 使劲绷住慢慢的刮 那么我们的这个这个指尖啊 为什么要紧紧的绷住 你如果指尖不用力 它就是指甲打弦的声音 听到吧 这样 虚的 音都是扁的 你绷紧了这个指尖 它出来的才是 它是这样的音色 我们不是经常用这个瓜奏来表现流水吗 有的人谈的流水觉得 哎呀 非常好听 非常清澈 你就感觉到那个水质很清 都能看见底 但是有些瓜奏你就觉得 很浅很糟 全是那个泥草啊 这样的 好 所以如何去表现这个水的水质 都跟我们指尖 息息相关 你的指尖用了多大的力 你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音色 我一定要紧紧的绷住第一关节 会是这么大力 那紧紧的绷住之后 为什么还要轻轻的刮 你如果全部把这个力量 它就变成这样了 又反而起不到这种柔美连贯的作用 所以你绷紧指尖之后呢 我要把一半的力量放到弦上 另一半我还留在手里 再听一下 所以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去琢磨的 你的音色 出来的瓜奏音色怎么样 好 有没有这种湖水的感觉 好 回头可以单独来练习 我们下午的回课要一个一个的检查 好吧 去体会一下 有几个方法可以给大家借鉴 第一 如果你觉得你的食指力量不够 你可以大致捏住食指 就是帮助它 就是捏住食指的这个中关节 这个地方 小关节往上 好 绷紧这个时间 对 这样来刮 好 另外 在最低音的时候 可以建议大家把这个手掌 你先放到琴弦上 好 放到琴弦上 我的力量 大家再看一次啊 看 我弹完第一个音之后 我是 轻轻的贴在第二根琴弦上 而不是打下去 不是这样 你看 你如果完全不控制 打到第二根琴弦上 那么出来就是 啪 这个 碰弦的声音 是吧 听 有没有这个 对 好 但是我现在要控制它 轻轻的贴在这 我会控制我的力量 不要让它完全 贴到下一根 留一半在手里 好 用这两种方法去剪 你这个音色 好吧 回头可以练一下 这儿有六下刮奏 是我们乐曲当中 最常用的 大家看 十二页的最下面 这个就其实像一个数学公式一样 你可以拿它去套在任何一个乐曲当中 因为我们曲子里头 无论是动听新歌 还是山淡淡开花红烟烟 还是后面战台风 临冲夜奔 这些乐曲 经常中间都有一段自由的刮奏 是不是 那么这段自由的刮奏 如果你没有任何处理 刮出来 你听那个幸福取水道案 增上那些曲子 就都是 学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一台上有一台下几个音色 那你听的 就特别 别说有这种美感 就觉得 别再刮了 特别特别 不舒服 对吗 听到这种音色 其实古增 这个最柔美的音色 除了华音之外 我觉得就是刮奏了 是吧 这是古增多有特色的一个技法 你像钢琴那些 都很羡慕我们 这种刮奏 对 非常好 如何去展现这种音色 把它用到乐曲当中 我们这儿有一个六下刮奏 好 我先刮一遍 大家看他写的这些字 是什么意思 首先 首先有一个朝下的箭头 这个是用哪个手指来刮 对 右手的大指 而且是高音区 从高音往 好 先不刮 我们先说吧 从高音区往下刮 速度呢 是啊 慢的 好 接着 有几个上行啊 接着 一共有几个上行 有六下上行 对吧 好 我们就看这六下上行 第一下 用哪个手啊 左手 从最低音区开始往上刮 慢的 右手 右手 从最低音区往上刮 也是慢的 这两下 慢 好 第三下 左手 在哪个音区 高音区 高音区就从高音刀往上 好 第四下 右手也是高音区 这两下速度 是快的 快 第五下 左手 哪个音区了 中音区 中音区 中音刀 从这儿往上 好 速度是 渐慢 最后一下 右手 又从最低音区往上 这个速度是 慢的 来 好 先看我的刮作位置 我的左手在哪个地方刮 右手在哪个地方刮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大家会发现 我是不是都刮了一个弧线 原来弹子不都是一条直线吗 为什么到这儿有个弧线呢 因为我们刮作要的是 它的鱼音的这个振动 中间音区 音色最好 所以我们会 左手呢 就顺着这个琴马的方向 往这边有一个弧线 右手呢 也不要太靠近跃山 往中间走 对 但是指尖一定都得绷紧 绷住立起来 好 这两下 前两下 速度很慢 但是 起指音呢 没有要求 也就是说我第一下刮的时候 我第二下就开始准备 第二下的 头就把第一下的尾巴给盖住了 好 停一下 是不是还没刮完 第二下就慢慢的悄悄的进来了 好 三四 五六 这样接起来 好 注意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别 别起手腕 就是不要这样 把手臂打开 看一下我的手心 好 这六下 这六下都是一环一环扣起来的 一个一个叠起来 叠进来 每一下都没有音头 没有重音 别这样刮 很多人发动都习惯性的加这个 不要重音 我们这儿表现的是什么样的音色呢 高山流水 对吧 好 非常柔美的音色 所以这儿都没有音头 没有重音 最好给一点若启健强 让它连接起来 好 最后一下 这个向前刮奏 好 后面有几个字 看一下 倒数第三个音开始明显放慢 循序渐慢 是最后一个音 这个是什么意思 倒数第三个音是谁啊 这个我们不一定 对 是哪一个音 你要看放在哪一首乐曲当中 比如我们放在动听新歌里 动听新歌那个影子最后是咪 对吧 最后一个音是咪 那我们倒数第三个音 就是刀 所以我最后一下 刀先慢 摔 再慢 因为这个再慢 你再停着就不舒服了 所以会微微有一个起手 然后慢落下来 再出最后一个音 弹完就放松了 完全放松 放松是回到哪个状态 对 咱们刚开始不是讲坐姿吗 就会到 好 完全放松 这样一个状态 对 好 如果是放在站台风当中 站台风最后一个是拉 那我们就从哪个见面 咪 拉扫咪 对吧 就从咪开始见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扫 扫 起手 拉 对 好 就像一个公式一样 去套 你放在上单单当中 我们回头再讲那个曲子 你就知道该哪个音 渐慢 哪个音 起手 哪个是最后一个 那么这六下挂奏 并不是绝对的 就我必须挂六下吗 不一定啊 你要觉得你不够表现我的情绪 我可以多加几下 都可以 那如果觉得这个月段没有太长 没有太多时间给挂奏 我可以一二三四都行 甚至两下都没问题 那么这重要的是你要有变化 让人听得比较新颖 让起到它音起的作用 你看我们有左手右手的变化 有低音中音高音的变化 有慢快慢的变化 这样就很丰富 所以你一点都不会听得烦 对吗 如果是这样 你是不是想着 哎呀不要再挂了 够了够了已经 对吧 就没有任何新奇的变化 我再听到后面还是这样 但是这种 是不是音色就差别很大 好的 所以练这个挂奏的时候呢 我们要仔细的去听 到底出来什么样的音色 另外还有一种 像战台风乐曲当中 这种 它就不是柔美的高香流水了 它就应该是表现狂风暴雨 或者是愤怒 怨恨这样的情绪的时候 比如我们弹一个那个 怜爱遗恨 对吧 刚开始有一个挂奏 那个挂奏你就不可以弹得这么柔美 就完全情绪不对了 所以像那种挂奏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看一下 它首先有重音 好 然后最后呢 还有扫弦 对 那么那种挂奏 刚开始的这个音头 就是我首先把这几个音一次刮出来 像一个音一样 一下刮完这四根琴弦 好 然后中间这一部分还是正常的刮奏 刮出来 刮得很清晰 剩最后三四根琴弦 一次扫下去 这个扫弦是需要力量的 好 我会带手臂 手臂使劲甩出去 好 注意几点啊 第一 音头不要太长 有的音头一刮快刮完了 没有中间刮奏的部分 没有支撑这个刮奏也是需的 好 第二点 扫弦的时候 甩下去 你的力量应该是朝下的 应该是这样 好 然后扫完 要迅速放松 要回来 放回来 对 好 来练一下这个刮奏 我们试一下这个刮奏 用左手 首先手臂 小臂抬起来 手腕 绷住 好 手肘自然下垂 对 准备 走 音头 别动 我看一下你们停在哪了 音头 就只有这一点 好 你从哪音开始刮 四个就够了 四五根琴弦不要再多了 来 背 起 棒 好 别动 别动 后面慢慢地刮 立起来 走 大大大大大大大 好 最后剩四根琴弦 扫出去 好 其实是三部分 对吗 我们把这三部分练的时候 你心里要先清楚 然后最后接在一起 不要让它 不要分成三角 好 来 背 走 一 二 三 准快 来 背 起 一 二 三 好 三 你看我最后这一下 倒前之后 回来 对 让它放松 就这样 来 背 起 一 二 三 放松 自然放松 你别使劲了 看到 回到哪 好 再来一次 背 起 一 二 三 非常好 好的 放松 这两种瓜奏 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瓜奏 你要看用在什么乐曲当中 分清楚用哪个 好吧 好 其实你看一个简单的瓜奏 我觉得内容好多 好的 第四个颤音 颤音 我们先看它的符号 是一个 波浪线 它写在音的上面 那么这个颤音 应该是咱们左手当中最重要的句法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它 因为我跟同学交流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我学颤音的时候 老师就没怎么教 这样就是颤音就可以了 所以导致后面所有的传统乐曲 根本驾驭不了 那么这个左手的颤音 也是有几点要求 首先你要清楚 它分为几类 我们的颤音有三种 一种是空弦音的颤音 一种是发息的颤音 一种是各个派别当中的颤音 这些颤音都不一样 空弦音的颤音 就是我们弹的这个都 拉 这样的音的颤音 第二类 发息 而且发息的颤音 也会有一些区别 第三种是客家正派怎么颤 山东正派怎么颤 都不一样 好 但是这些颤音的基础是空弦音 我们先看空弦音如何来颤 一步一步的来 先来空弦音 再来发息 再来排别 空弦音的颤音 一 运用 左手的手指指尖的力量 我们先看手型 左手三个手指并拢 大指小指微微张开 手腕的高度低于手掌 基本上是和指尖一个水平线 中关节突出 小关节可以弯曲 允许小关节弯曲 小关节 第一关节可以凹进来 好 手臂下垂 那么颤的时候呢 我们是先弹后颤 先弹后颤 也会有一个具体实质的要求 等会我们来看具体怎么几拍 来开始颤音 那么首先它的方法是 我靠指尖的力量 把它轻轻的按下去 然后迅速就回到原点 好 中音搜 好 大家先弹这一个感觉一下指尖的力量 手腕下来 手腕 对 好 弹 压弹 大指 压弹 手 别动 别动 好 左手 请唱一下 放松回来 好 这个力量你看我 它是很有弹性的 不是这样 你不用手臂的力量 去压它 自然的一个反弹 对 好 再来 好 我们来说这个练习的步骤 我数八下 弹的这个是第一下 后面唱七下 好 来 背 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刚开始这么慢 找的是什么呢 左手的指尖的感觉 以及放松 你有没有弹性 这点很重要 如果我刚开始就这么练 那你后面 怎么苦练都练不出来 力量没有用对 一定是指尖发力 很轻松的弹回来 那么这个按下去多少 是没有要求的 就按多高 是没有一个音高的具体要求 所以你手指指尖的力量 轻轻按下去 然后自然弹回来就可以 好 慢慢的一条一条的 一个音一个音的往下走 要单练 先找这个放松 找到之后 我先练加快一点点 这样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去找这个感觉 悲 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来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那么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累吗 不累吧 很轻松 你看一天是不是也不会累 好 加快一点点 我的速度变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不从第二下开始唱了 从第三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还找刚才那个感觉啊 就是别让它连起来 且记 我第一下还没回来 就第二下又按下去了 第三下没回来又往下按 这个音高就改变了 每一下应该让它弹回到原点 来我们数八下 背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再来 背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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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是第二步 这样来练 这样左手也能找到放松的感觉之后 我还可以再去加快 再加快 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是数这八下 但是我就从第五下开始唱 好听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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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跟刚才的方法一样 每弹一下都让它回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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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八下 每一下都让它自然弹回来 这样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的颤音了 如果你经过这几步 就把空弦音的颤音练成了 等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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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先弹后唱 弹第一拍唱第二拍 我数的不一样 其实这个唱起来是一样的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 一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 是不是一样的 第一拍弹 第二拍唱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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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空弦颤音的练习步骤 你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来 你第一步没有做好 你第二步就不行 第二步没有做好 你第三步肯定唱不起来 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人去找自己颤音的时候 老师你看 我这个 这个怎么这么难听呢 你要去检查几点 第一 是不是用的指尖的力量 如果是用手臂的力量 这个音肯定会特别紧 第二 每掺一下 是不是回到了原点 再接下一次 一定要回来 每一下之间都是回到原音高 然后第三点 是不是先弹后掺 那么这个先弹后掺 我把整体节拍的规律 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这个音有四拍 我们是弹前一半 掺后一半 也就是说弹前两拍 掺后两拍 如果这个音有两拍 我弹的是第一拍 掺的是第二拍 如果有一拍 弹前半拍 掺后半拍 有半拍再分一半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如果是碰到三拍 或者一拍半 或者四分之三拍 就那种负点 拉 扫米 乱 倒 拉 加个颤音 加在什么地方呢 有负点的这种节奏 我要加到负点上 也就是说如果三拍 我是弹前两拍 掺最后一拍 如果有一拍半 我弹一拍 掺的是最后这个半拍 有四分之三拍 弹的是四分之二 掺的是最后这个四分之一 比如 拉 走 拉 走 这个拉 加个颤音的话 它不是这样掺 而是拉 串 走 米 来 拉 串 走 拉 阿 走 拉 阿 一定要加到负点上 我们渝州唱完也好 高香流水也好 都是很多这种负点节奏吧 拉 这样的 拉 阿 都 拉 你的颤音都不能紧跟 就完全改变了音高了 一定去掺到负点上 那么也就是这个点颤 它也是非常讲究的 你不可以随意的 我只要看在这儿有个颤音 我就开始弹了就开始颤 声音就很难听了 好 所以在弹乐曲当中的时候 你这个颤音 你都要分析一下 这个音有几拍 然后我应该什么时候来掺 好 这是这个空弦音的颤音 那么发息的颤音 我们先说发的颤音 好 一会儿那个发怎么来按 息怎么来按 我们放到按音里头来讲 好吧 好 先说发的颤音 不是先弹后颤 是边弹边颤 也就空弦都是等一会儿再颤 但是发息一定是同时来颤音 好 先看发的颤音 我首先起点 要按的比正常的发高一点 往回放到准确的还原发再颤音 所以它的方向是先上再下 再上再下 空弦都是先下再回 先下再回 是吧 就发和息一定是先上来 按高一点 好 听一下 我放慢 是这样来唱的 所以你听到这一下 应该是像一个 下滑音要往上 对 好 往上回多少 你看你刚开始按的比发高了多少 我比发高一点点 我就回一点 就是你按到比发高的那一点 放回到发 所以我应该是在发 和比发高的这个距离之间做颤音 而不是在发 和回来 在咪之间颤 好 我们先明确这一点 发的颤音 是在发和比它高的之间的这个距离来颤 也就是其实每一个音的颤音都应该比原音高 对不对 我们想一下 咪的颤音 你不是咪往下 是不是比咪高了 对 应该是在咪和发之间颤 那发的颤音呢 就只能再高和发之间 对吧 好 大家记住第一点是先往回 好 再听一下 最后回到终点 也是偏高一点的发 起点再偏高一点的发 然后终点也还是回到那个起点音高上 听一下连起来的感觉 我的这个上下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要一致 就上下一直应该都是这么高 你如果有变化 你的音准就跑了 如果你的这个快慢 一发生变化 那你出来的这个声音也不一样了 不能前慢后快 它应该是一致的 而且是松弛的 跟空弦音一样 我要用指尖的力量 所以我也可以一直保持这个颤音 我可以掺几个小时 如果你用手臂的力量一紧 你一会儿就掺不动了 所以最初的一定是空弦 那个松弛的感觉 找稳定了之后再掺这个发 好 这个发息的颤音呢 我们先把方法告诉你 然后具体做的对不对 我们要回课 一对一的进行回课 好吧 重点来听这个发息的颤音 那么息和发略微有一点不同 息的颤音 它没有发幅度那么大 好 看一下我的息的颤音 好 听一下 好 听一次 是不是不像发呢 没有那么大波动 它应该是小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拉到息 距离比咪到发要大 你按得越深 本身这个手就容易偏紧 如果在颤的波动比较大 这个音高就不容易保持 所以西的颤音 就这个 就可以了 很小 跟发完全不同 对 发是这么大 息是这样的 好 理解吧 有很多人谈那个动听新歌 一到这个息 一颤音就低了 都是因为息的颤音太大了 往回放 它就比息要低 那么我们应该紧盯着息的这个高度 做一些小的密的颤音 好 这是发和息 然后第三步呢 有问题是吧 对 发和息都是 都是同时来进行颤音 第三步是各个派别当中的颤音 那么这个颤音 其实讲起来呢 我们会放在出水帘 我们这次安排刚好是有一个客家的出水帘 然后有一个山东的高山流水 一个南派 一个北派 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么我们选曲目的时候也是重点 这样来考虑的 让大家接触到南方的颤音 我们平时所说的南派的颤音 和北派的颤音 它是截然相反的 那么具体怎么来颤 我们得放到那个乐曲当中来讲 就大家先理解 空弦怎么颤 发息怎么颤 那么具体它的发的音高的要求 是什么样的 然后颤音稍微有一点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都会放到乐曲当中具体来讲 好吧 因为这一块太重要了 发息 它甚至是整个传统争取的精髓 只要发息做到了 你的华音按音 颤音做到了 那么乐曲的风格就能出来 如果这块不对 你右手尽管你弹的怎么流畅 这个乐曲的风格都是不对的 所以左手特别重要 发息的颤音 那么这个颤音 还有一个由颤音派生出来的技法 叫做点音 就是那个小小的V字 这个点音 是写在音的后面 跟颤音不一样 颤音都写在音的上面 对吧 点音的要求 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颤一下 好理解吧 颤一下 就是点音 那么点音的要求 也是颤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实质的位置 两拍 有一个点音 你就颤到第二拍 一拍你就颤后半拍 负点 你就颤到负点上 负点节奏 你一定点到负点上 好 那颤和点 有什么区别 一般长音用颤音 短音 短音 用点音 你看我有个16分音符 我还想装饰一下 你这儿 一般就不写颤音 就写一个点音 或者说一拍 我来不及颤 我就点一下 其实点颤可以通用 你觉得来得及就颤 来不及就点 点颤一样 好 其实点音应该比颤音多吧 因为长 这一句可能就一个长音 最后一个音 但是中间有无数个短音 我都要去用点音装饰一下 好 这是点颤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点音颤音 点音好的 我弹一下点音 大家看一下 好 点音 就是很轻巧的 有弹性的点一下 像蜻蜓点水一样 就不要拖泥袋水 不要 这个点音就太重了 太磨叽 太骂 好 轻轻的点一下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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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它的后半拍 不要紧跟着 不要紧跟着点音 一定是在它的实直的后一半 才开始去点 清楚了吧 好的 好 那我们中间先休息几分钟 一会接着后面的几个指法 好 好 感谢观看